大火消息 大老大火消息 怕死 民眾忍不住驚呼 因為台中有大樓火警 不只竄出火蛇 還冒出大量的濃黑煙 地點就在台中南區 附近路三段公里街 上半大樓頂樓竄出了濃濃黑煙 不少路過民眾都目擊 起火的大樓離台鐵軌道不遠 搭火車的乘客從車窗望出去 也看得到大樓濃煙密布 趕緊用手機錄下 到了現場大樓的頂樓 還在冒煙 消防隊也出動了雲梯車 還有救護車standby 就怕裡面有人 幸好逐層搜索 是一間閒置商辦 沒有人受傷 火警是發生在12號下午3點半左右 大樓就在南區附近路三段公里街附近 鬧區加上一開始火煙不小 不少民眾都出來查看 而消防隊也發現疑似起火點 在頂樓機房 他們就是9號到12號 他們有委託一個公司 來做冷卻水相關的保養 他在保養的過程中發現 那裡有起火的情況 根據瞭解這棟商辦有某集團興建 只是大樓蓋好了 業者卻倒閉 留下這棟大樓沒有人經營 不過有情人管理也有保養 怎麼會好端端起火 將焦油或釣離清 TVC的李宸宥 蘇宥 廖文漢 陸惟欣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